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香料咖哩外帶店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原本我是要吃隔壁的刀削麵 沒關係呢 就兩家一起吃吃看好了 會看到是這店裡面的兩隻貓心人 真的很可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真可愛耶 那點餐具在這邊 小姐妳好不好意思 那我就外帶牛肉咖哩 謝謝 購190 好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請問這家店已經開多久了 沒有 小妖 應該快一年 快一年喔 那是一起前開的 喔一起前開的 對阿 好 感覺是新開的店喔 好 但是這個外帶比較便宜啊 那就外帶吃吃看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哈哈哈哈 你不要走阿 阿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喔 好 除了這個可愛的兩隻貓咪的話 店員都是可愛的店員阿 好可愛喔 你看到這裡 好可愛喔 五眼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那如果說是喜愛貓咪的朋友 你可以來這邊這家店吃咖哩 應該是蠻有趣的 他們好可愛 通常都會在店裡 那叫什麼名字 牛奶 牛奶跟奶油雞 好可愛的名字 牛奶 牛奶 奶油雞 看起來很癢癢的 哈哈 應該快好了 好 東區的兩隻小可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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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就是一百九十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吃吃看 那等一下就開箱 店名就是叫咖哩 好 那這邊有寫外帶的話是折三十塊 好 那現在就吃吃看 這個牛肉咖哩一百九 好 那個因為出阿郎就都貪圖那個三十塊的折扣 所以就用外帶我沒有在店內吃 所以那個店裡面看起來裝的是很可愛 應該感覺上是好吃的 好 貓咪可愛 店員漂亮 然後現在就吃吃看這個咖哩 厚母好吃啦 好 那這個是牛肉塊 好 更正 我剛吃到這馬鈴薯塊 好 更正 我剛吃到這馬鈴薯塊 黑色的咖哩 它咖哩的味道還蠻濃郁的 好 還不錯 嗯 好 牛肉咖哩好吃 感覺是重口味的咖哩 有點像印度咖哩 好 重口味中略帶的 它的尾韻是會有點甜味 還不錯 好 一百九就是東區價啦 東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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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東區這樣價錢就差不多 好 給在附近上班族的朋友參考 還ok 那在店內用餐的話應該感覺更舒適啊 好 一米筍 好 那CP值可能就要看個人啦 我覺得就還好 咸香咸香的這個咖哩 好 那符不符合各位信眾期待 就看各位的想法啦 好 那個有可愛貓咪的架持 所以我覺得分數是88分 有喜歡這個可愛貓咪的朋友 會比較 會比較尷尬啦 它應該算是有點是 應該算是印度咖哩吧 有一點像 好 就是很香啦 很香的咖哩味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好 OK 不錯 好 OK 不錯 好 因為因緣機會而相遇的咖哩專賣店 我剛剛查了一下他們這個 他們店裡還有那個貓咪的布丁啊 貓咖哩就懶洋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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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洋的啊 很可愛 貓咪就懶洋洋洋洋洋洋洋的啊 好 那店員要幫我對我感謝 好 謝謝你 Thank you 好 那店員也非常的親切喔 各位朋友可以來這邊店內用餐看看 好 那感覺就像日式餐廳的 咖哩餐廳的風格 那各位來就祝用餐愉快 掰掰